由浩蓮基金会所发起的小龙 给更新纪录片结尾 让回到最后作业作业 陈韵如有了机会用竟子头 记录北京古早店的五名小龙 和一名小学老师的故事 他们因为他们是关心农夫 他们不是那种新农民 就是他们不是带着理念先行 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有花了很多时间 是在说服沟通 那这样子的过程 就是一方面是在人的之间 然后一方面是说这个作物 就是每次拍的时候 我都不晓得 这个事情会不会有 因为有可能整个就被收掉了 被雨水收掉 被台风收掉 陈韵如纪录片的配音 跳脱伊翁用在地的布袋企业 是你已经要不成功来团达 非常学习的关系 你都在这里倒菜 都在盘开水 因为这一群农夫 他们自己不太会去阐述他自己 他们就是很实在的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跟你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 变成我去阐述他们 我觉得那个还是有一个距离 所以我最后就想说 我要找一个是在地的声音去讲 今年映海这几年有 有越多身材产地 少年农民 甚至老农 万一来道理 没得紧张 这位这位农民创定 就在最难影响 这位农民 影响一群含有同样 想法的农民 组织追查人 紧张团队 这次也因为另外一支 记录片的主角 事实上我是一个很不习惯 面对镜头的 很会紧张的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事情是说 因为我真的有去感受到 然后有时候讲得出来 是真的是 自己曾经经历的 自己有那种感受的 然后特别会觉得 怎么讲 我自己都觉得很感人 这种感觉 紧张团队 28号礼拜 来亚中美丽公所 公众基盘 小龙刺激 榜亚纪录片 用行动来支持小龙 我们欢迎大家 28号礼拜六晚上 到我们水磷相公所全面 来看我们小龙复根的纪录片 那我们为了让现场 像以前我们在庙口 看电影的感觉 我们还办了 第一届的水磷的小龙的事迹 这小龙 合金纪录片 分流人 博作片也由礼拜五开始 第中的北京 当营国秀 紧张团队 会不会出沙龙 连山里榜亚 最小雷龙 欢迎上蚌楼插顺 记得你给三场报道